現在的這個現況呢 我們看到網路上呢 很多人都在覺得說 哇 這個真的是很沒有想到 還有很多人說 要不要問一下苦主賴清德呢 是不是本來賴清德 可能已經準備好了 結果突然沒有他的事情了 還有呢很多的網友也都覺得說 這個好像 不過不用擔心 他只是代理黨主席而已 代理而已嘛 代理嘛 還不是正式的嘛 這個正式的可能還是要 磨刀霍霍 準備好了是不是 好在這邊也要持續的請教洪威姐 就是說關於這樣子的消息出來 然後除此之外呢 就是包含了就是說 現在這次的選舉看來 民進黨過去打這種抗中保台 認為說是避勝牌啊 結果這一次呢 直接被這個仇恨值給拉趴了 拉垮了 再加上說呢 這個我們看到民進黨 一直在喊著什麼五星市政啊 就是現在看起來最大諷刺嘛 都破功了 我先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代理黨主席部分 陳其邁不大意外啦 因為在這次選舉裡面 民進黨所謂的這些接班的世代 因為都選的實在太難看了 你在短期間你讓他唯一一個大任啊 說實在這個都已經完全這個違背 這個社會的期待 而且已經是完全不顧社會觀感 那我也覺得蔡英文恐怕現在 還是不是還能夠心甘情願的讓賴清德 因為一旦賴清德當這個黨主席的話 那幾乎就完全確定了就是提前拍板 賴清德就是2024的民進黨的人選 那所以我認為他們的派系之間 一定還要有一些 一些這個私底下啊 你真我奪 回過頭來就在講就說 抗中保台這張牌 可以說在這次已經徹徹底底的失效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大家記不記得在選前 蔡英文甚至把這場選舉整個的拉高到說 如果我們的選舉結果要給國外 這些我們的外國的這些盟友 什麼樣的訊息對不對 好像一副告訴你 假使民進黨輸掉的話 那麼外國人可能會以為說 台灣現在都要去親中了對不對 通常接受中共 那這種牌說實在 真的實在是聽不下去嘛 那所以我想請問一下蔡英文 你現在敗成這個樣子 是不是代表台灣全體都在親中了 是可以這樣解釋嗎 當然不能這樣解釋 那另外一個 其實我也很好奇 那美國怎麼看蔡英文 美國怎麼看這次民進黨的這個挫敗 你怎麼解讀 怎麼去來解釋 那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次裡面 抗中保台為什麼徹底的失效 是因為你們把這個牌打得太low 太腐爛 而且事實上是太沒有尺度 你想想看 只要敢對你民進黨的政策 有任何質疑的 一定以中共同路人稱之 一定是這樣子 你比如說你包含 你連我記得選前有幾件事情 讓我印象特別深刻 一個是這個慈濟大家都知道 被那個周一寇講說 是中共自己人 他簡直覺得說你是瘋掉了嗎 今天在講你的疫苗 有沒有黨疫苗變成中共自己人 還有一個就是 那時候我們石斑魚 石斑魚不是不能夠銷到那個中國大陸 那後來銷機會 我們的銷機會曾經質疑農委會的石斑魚政策 陳吉仲自己親口說 他說這個銷機會 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銷機會 你竟然到這種地步 就說你們可以把你的所有的無能 政策上的失敗 執政的無能 只要有人膽敢質疑你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我今天請問你民進黨嗎 我就請問你陳吉仲 我就請問你蔡英文 我請問你蘇貞昌 這一場你們的敗選 可不可以稱之為台灣人 都已經變成中共同路人了 因為按照你們原來的解釋就是如此 所以就告訴你呢 台灣人不吃這一套 是不是現在民眾 我覺得這一點 我覺得這次我非常感謝民眾的智慧 沒有再被愚弄 過去很多次選舉 抗中保台成為民進黨的一個提款機 他們在選舉裡面 只要喊抗中保台 台灣對 國家對 然後選票就來 那年輕人就是要去支持你 哦 辣台派 有沒有在選前 那個這個蔡英文 她的臉書裡面 只有選舉 沒有民生問題 然後裡面呢就是用 哎呀各位辣台派趕快來 我們要有什麼大型的造勢活動 就是用這種方式去動員 而相對的 對於國內治安有這麼多的弱勢 被騙被欺負甚至被殺害 這樣的狀況在你的臉書裡面 一字不提 一字不提 那你真的以為台灣人是笨蛋嗎 對不對 好這個抗中保台的失效 那剛剛主持人也講說 所謂五星級的 五星級的那個 那個政績 完全破功嘛 我剛才呢跟那個 我們 桃園市的議員 候選人就是 他這次也高票當選 就是村長 湛江村 我就跟村長說 我覺得你這次好棒 我真覺得你這次好棒 因為你完全戳破 鄭文燦 所謂五星級市長的假象 因為從918那個地震 桃園的巴德活動中心 它那個羽球場 整個的崩下來 天花板整個崩下來之後 發現一連串 那種用金錢 用大內宣 用行銷公關 媒體所營造出來的六星級 根本不堪一級 後來有太多的這些 公共工程的問題 那他後來就講說 因為以前 因為很多媒體 所以我們說為什麼要有 中天不一樣的聲音 因為以前他們媒體 幾乎全部封鎖 他說他過去也有一些質疑 但是那個聲音都出不來 到了這次大選 所以我就說 如果沒有918 那個天花板整個崩下來 大家沒有辦法想像 桃園的這些公共工程 怎麼爛到這種地步 你花了大歲人這麼多的錢 然後你可以那個公共工程的品質 爛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也戳破了這些假象 所以我覺得在這次的選舉結果 明顯講真的怪不得誰 就是因為你們執政太無能了 你們太践踏民眾的智慧 以為只要用抗爭保台 大家就可以包容你所有的無能 對不起我再講一遍 這次台灣人真的不吃這一套了 這次的選戰好像對你的票 自己的票催不出來 大家還記得昨天晚上的選前之夜嗎 大家看到蔡英文不斷的喊話之外 我看到張出的這個畫面 昨天晚上的這個畫面 應該很多人都覺得說 哇從來沒有看過 蔡英文這個樣子 眼鏡都霧了 還有人開玩笑說 這個都不知道 她的讀稿機看不看得清楚 然後回想起來 過去的蔡英文 哪一次不是乾乾淨淨清清爽爽的 站在百姓的面前 你看那個水災都可以搭著 圓包裝甲車了 卻在昨天的時候 努力的想要喊話 當初投給他的817 希望這些票可以催出來 結果沒有催出來 反倒讓他呢 今天必須要持續黨主席了 這是很明顯的反差 這應該是他自己造成的 不妥當的人選誰提名的 他自己提名的 他如果聰明的話 很簡單 陳其邁帶領民進黨黨主席了以後 公開選一次民進黨的黨主席 然後就很坦然的鼓勵支持 賴清德來參選民進黨黨主席 準備做一種權力的交接 這樣一來的話 對民進黨對他個人 相對都會有保障 他如果還要想說 全盤都是我的 不要讓賴清德在旁邊 這個掉口水 那民進黨就會很慘 我不曉得他會不會想到這一點 現在是他扶持這個賴清德罪 如果他在什麼 像剛才那個 我們老蘇縣長言下之意 他可能還會 還會拿一些什麼 一些很難看的東西 去阻擋賴清德的話 那這裡有過笨 有過笨 你有第二個人選嗎 你明天有第二個人選 跟賴清德比嗎 我實在看不出來啊 有嗎 沒有吧 那你去阻擋賴清德 那搞了黨內的紛爭一大堆 那最後什麼啊 就跟你這一次提名不當人選一樣 你還想 這個時候你還想拉陳建仁來擋賴清德 這個有問題 這有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 我擔心他會這麼做 我也判斷他很可能會這麼做 他就是要卡卡卡到你賴清德 直動來跟他喊萬歲啊 我一切服從你啊 等等 民進黨就掛了 2024就掛了 所以我是覺得 他民進黨這一次的選舉 會打到最後 這跟台北市真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哪一句話是跟台北市有關係 沒有啊 真正的你民進黨也不是台北市的執政黨 真正的你就是要檢討台北市 柯文哲市政到底哪裡不對 是要以這個做你的競選主軸 你看吧 這個林佳龍不是在檢討這個 火友宇的市政哪裡不對 檢討不出來 然後蔡其江不是在檢討盧秀 哪裡不對 檢討不出來 而且好幾次他被迴力標 你亂講的 講講 人家做得好好的 蔡其江還趕快道歉對不對 那一樣道理啊 在桃園 我們國民黨的選戰這類就很清楚了 我就檢討你這個政文戰 到底做得好不好 照你做我對不對 這是一個正確的一個做法 所以你不去檢討柯文哲的市政 結果你推薦候選人反而被檢討 你的疫苗不對 你這裡不對那裡不對 講話不對 還有裸人人欺不對啊 對不對 變成你是被檢討的對象 那表示你提名人選有問題嘛 那比如說國民黨推張善政 為什麼我開始 好像我不曉得他們情願什麼 我一開始覺得這個人選對 為什麼 他不會被檢討 這很重要 不要到時候焦點都在他身上嘛 那就可以怎麼樣 讓如果對方的民進黨的人選 有任何缺失的話 檢討對象都跑到對象去 像洪輝兄 其實國民黨這次選戰第一號工程 我一直講他這次國民黨 如果沒有熬紅味的話 不可能這種成績 為什麼 一踢爆了林志堅以後 所有的檢討的焦點 通通在林志堅身上 通通在民進黨身上 那好像沒有人在檢討 國民黨哪裡有不對 哎呀 國民黨就是順風順水了嘛 因為這個是民意的一個焦點 跟民意的一個轉向嘛 好啦 你弄掉一個林志堅以後 換上一個鄭運棚 更慘 你自然主動去打人家 說什麼 跟中國太靠近啊 就人家一打出來 你是中國棚的話 你就兵敗如山倒了嘛 所以 民進黨的選戰策略 一開始就蔡英文自己出了問題 他 他實在是自己是 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候選人 但是不要忘記 很多很多政治都搞不清楚 有些人就明明適合當男女主角啊 有些人適合當導演啊 偏偏那個當導演的帥 當男主角 那能看嗎 不過舉個例子 李安很會當導演 當公論的 金像獎 很好當導演 李安如果出來演梁朝偉 那個角色 誰會看啊 沒有人看的啦 對不對 所以一樣到底啊 你今天是 蔡英文自己要當 他你明明不適合當導演的角色 你應該當導演 然後這些候選人亂擺一通 你自己沒有那麼豐富的 這種選戰的那種規劃的經驗 好吧 你就以為你贏兩次 你就很了不起了 就像有些男主角 國外也有這種歷史啊 自己最佳男主角 金像獎 也得了好幾下 好像我自己派對你了 就派得亂七八糟 你就不是導演那種咖嘛 那蔡英文就是這樣子啊 他自己是演員的角色 想當導演 結果你應該弄亂七八糟 最後的選戰的焦點完全失焦 只能說 哎呀各位啊 要買票王多 看我導演的臉色來看的 你拿你主角那麼稠 誰去看你導演你什麼東西啊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問題 那他如果沒有把權力交給這個 賴清德的這種心理的打算的話 那民進黨未來的時間會走得更淒慘 海華XO干貝架 這一罐很厲害很威好嗎 它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架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中天快點購的電商的網站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希望大家愛用喔